大家好,欢迎来到Chinese Tips,我是鹏 我知道,现在在全世界的很多地方,新冠病毒还在肆虑 很多地方可能还在采取隔离或者封城的措施 我觉得说不定屏幕前的你就正在利用不能出门的这段时间在学习中文 所以我决定做这一期视频 跟大家聊一聊要怎么样在不能出门的情况下学习中文 首先当然是要听很多中文的东西,看很多中文的东西 新闻,电视剧,综艺节目,YouTube视频等等 不一定是中文老师讲课,你也可以看任何中文相关的东西 最好是你感兴趣的东西 因为我们知道兴趣是第一去动力 有了兴趣就有了动力,就会想要主动去学 比起学一些枯燥的东西 我更建议大家学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如果中文本身就是你的兴趣,那当然太好了 但如果不是,你也可以用中文去学习你感兴趣的东西 比如我喜欢看小说,而我又刚好在学中文 我就会去找中文的我喜欢的那一类小说 比如我喜欢看综艺节目 我就可以去找一个我喜欢的中国明星参与的综艺节目 我最大的建议就是一定要找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看爱情小说 你却去找了一个古典小说来看 那你肯定是被公办 因为你不会喜欢看小说的这个过程 你可能会觉得是一种煎熬 然后很容易就失去学习的热情 相反,从兴趣开始的话 你在学习的工程中既满足了自己的爱好 又提升了中文 所以一定要从自己的兴趣入手 这一条看起来不是什么干货 但是却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条 你喜不喜欢一条路 决定了你在这条路上能走多远 如果你觉得好像还没有找到什么感兴趣的东西 那我建议你去找一下 你可以在YouTube、B站等等地方仔细地找一找 你喜欢的中文频道 或者结合你以往的兴趣爱好来找 这个过程可能会花费一点时间 但是我觉得是值得的 等你找到之后会对你有非常大的帮助 除了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之外 还要记得经常让自己沉浸在中文的语言环境里 说到这里我想讲一讲我之前学英文的经历 我之前学英文的时候 白天要上班 晚上回家之后会有英语的在线课程 但是我上班的路上要开车一个小时的时间 下班也要开一个小时的时间 中午在公司有一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 这三段时间我都会用来学习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视频 我就会听英文的广播 中午休息的时候我会边吃饭 边看YouTube上的英语视频 晚上回到家 我会复习之前学到的东西 然后上网课 我会利用我能利用的一切时间 去让自己接触英语的东西 那段时间里 我哪怕听歌也要听英文的 插词典也要插音音翻译的 手机上的语言我也要设置成英文的 总之我把能接触到的一切 都尽力的换成英文的 甚至让Siri给我声道中 我都是用英文跟他说的 说完了输入 我们来说一说输出 有人光学不说不输出 然后当他说的时候就会觉得 嗯?我该怎么说? 就会卡壳 所以输出其实是练习的过程 输出的越多 你掌握的东西就越牢固 表达起来也会越熟练 而且输出也是一个发现自己弱点的办法 就像刚才说的 说话的时候突然卡壳了 你就知道这句话就是你需要练习的地方 写东西的时候发现字不会写了 就知道要去查查怎么写 只有发现自己的弱点才能更好地提高 有些人学习的时候 可能是拿一本教学的书 从头往后看 比如什么生活用语五千句 或者一本什么语法书 这样的方法其实缺乏目的性 学习起来的效率其实并不高 因为按顺序看的东西 未必是你现在这个阶段适合的 就会浪费很多的时间 在并不适合你的内容上 但如果你经常输出 你就知道 我哪个印发不准 我哪个字不会写 我哪种场景的话还不会说 然后你就可以静下心来 专门去学习这些东西 这叫有针对性的学习 只有这样才能更快地进步 输出的方法有很多 跟人对话 写日记 写文章 甚至录视频 这些都是输出的方法 有人可能要问 在疫情期间不能出门 要怎么跟人对话呢 我家里的人又不说中文 这个时候你可以去找一些 线上的老师 比如italki什么的 又或者在Facebook上 找一些语言交换的朋友 写日记和写文章要求会高一些 你得首先会写汉字才行 我猜大部分的人学习语言 应该是从说开始的 我的意思并不是 会写汉字的人中文交流 就比不会写汉字的人好 因为大家也许 主攻的方向不一样 在一开始学习的时候 很难做到非常全面的发展 有的人能日常对话 但是不会写字 有的人能写字 但是表达未必就很好 这些情况都有可能出现 甚至有些人学中文 根本就不学怎么写字 因为他的生活中 根本就不会遇到 或者很少会遇到 需要写字的情况 他的生活中 只需要会说就可以 所以会写字 不一定代表水平就很高 有可能只是大家的需求不一样 当然了 很多时候我们看一个人 某一门语言的水平 都是从他说话来看的 比如发音 节奏 还有语言的组织能力 表达方式等等 录视频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输出方法 你可以看到你在镜头前面说话的样子 可以反复的研究自己说话的发音 甚至姿态和表情 因为我们说话不只是把话说出来就完了 我们还会加上自己的表情 甚至肢体语言 录视频可以让你除了提升发音之外 还可以提升自己的表达能力 以及让你下次说这些话的时候不会怯场 我记得以前听谁说过 学一门语言的时候 你录20个视频 就会感觉到自己有天大的变化 我不知道是不是20个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录视频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输出方法 但是你需要坚持 因为学习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坚持 尤其是语言学习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看到效果的 要学到很好的水平 可能要花费几年的时间 这个过程很长 所以我还是建议 能够结合爱好养成习惯 在学习的过程中 如果能够获得快乐 那么这几年的旅程就会开心很多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学习语言究竟要到什么程度才算完 我的想法是 每个人的需求和追求不一样 有的人是为了跟周围的中国人交流 有的人可能是想和中国人做生意 有的人可能是为了考试 有的人只是因为单纯的喜欢中华文化 或者喜欢中文 我们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专注的点也会不一样 等你达到能够满足你需求的水平之后 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实话实说 如果你的生活周围没有那么大的中文需求 你当然就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中文 但是如果你达到了你的需求水平 但是你觉得 我还想再提高一些 我还想说的更像母语者的水平 我就是要让别人一听我的声音 就觉得我是一个母语者 就觉得我牛逼 那朋友 我从心底佩服你 我确实在网上看到一些说话跟中国人完全听不出差别的外国人 我觉得这些人真的很厉害 他们肯定也付出了远超常人的努力去学习 去模仿 因为我知道 要将一门外语学到母语者的水平到底有多难 所以我很佩服他们有这样的能力和毅力 并且达到这样的水平 另外 关于这段时间 全世界都被疫情影响 我知道可能很多人都不太好过 我也一样 所以我也希望这种状况能够早一点过去 大家的生活能够重回正轨 经济能够复苏 工作能够继续 生活能够继续 好了 谢谢你看到这里 这里是Chinese Tips 我是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好了 如果你喜欢请记得给我点赞 并且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们 如果你不想错过我的下一期视频的话 点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